在上一个章节中我们学习了擅长于解决序列数据问题的一个循环神经网络模型 循环神经网络模型的一个核心 其实就是利用序列全部数据的一个信息 经过一定处理之后给到后部序列 并且帮助后部序列的预测做出决策 那弗莱老师也和大家介绍了不同类型的一个循环神经网络 这里面就包括多输入多输出 单输入单输出 以及单输入多输出等等 最后我们还和大家分享了LSTM长短期记忆网络 以及双向循环神经网络 并且我们也介绍了可以把多个循环神经网络迭加在一起 从而形成一个深层的一个循环神经网络 用于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 现在我们就进入本门课前的最后一个章节 这个章节主要是帮助大家对我们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知识体系 进一步做一些提升 那这里面我们将围绕着迁移学习以及混合模型进行讲解 最后弗雷尔老师还会和大家一起对这个课程进行一个总结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本章课程的一个内容概览 那本章课程总共会分成六个小节 前面两个小节主要是针对迁移学习 以及混合模型进行讲解 其中混合模型我们会有监督和无监督式学习的一个结合 另外我们还会有机器和深度学习的一个结合 第三个小节则是我们本章课程的一个实战准备环节 那本章的一个实战内容会比较多 所以呢我们的时长会比较长 因为作为最后一个章节 我们就会尽可能的去利用之前的一些技术 然后我们做综合的一个提升 那这里面我们也会有两个实战 包括实战一和实战二 实战一主要是针对我们迁移学习 实战二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混合模型 以及我们以前学到的一些机器学习的相关技术 那最后我们会对整个课程进行一个总结 好我们现在进入本节课程的一个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第八章做过的一个任务 就是猫狗的一个识别 我们在左边呢有一些这种小猫和小狗的一个图片 那我们在第八章那个实战环节里面 我们当时就是说针对Flair老师给大家提供的一个training set的数据 我们需要去训练一个模型 然后去识别新图片里面的这个猫和狗 并且呢我们还要计算对应的这个测试数据集的一个准确率啊 最后呢我们还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些新的图片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预测 看这个模型怎么样 小伙伴们应该都还记得 我们当时为了去解决这一个任务 尝试了两个不同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CNN模型 就是我们参考以前的一些这种经典的CNN模型结构 然后呢就建立了比较简单的一个全新的CNN模型 并且呢我们利用这个模型去进行了一个预测 发现在这个训练级的结果还不错 但是测试级的结果不太好 我们还尝试了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利用已经有了这个VGG16的结构 然后呢我们就提取图像中的一些核心特征 我们在后面呢再加入一个MLP的结构 并且呢通过这个新的结构去完成一个预测 这两种方法里面第二种方法在预测数据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在这里为了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概念 弗莱老师把两个模型的表现 我们通过这个表格的数据进行了一个展示 这里面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展示 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我们单台计算机 对这两个模型进行训练的一个时间进行了对比 这个呢就可以体现出 在同样的计算机的一个硬件配置的情况下 哪一个模型可以解决更多的训练时间 那另外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测试数据集 以及训练数据集 它的一个预测效果进行了一个对比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训练时间上 首先我们采用的就是这个全新的CNN结构啊 虽然这个结构比较简单 但其实它的训练时间是很长的 当时我们这个大概是4000张图片 然后呢训练时间大概是750秒钟 也就是已经十几分钟了 其实挺久的了 那另外呢我们就是VGG16加上MLP的一个结构 那当时我们这一个训练数据呢 大概是420张图片 那我们的一个训练时间啊是12秒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概是六十分之一 简直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差别 对吧 也就是这个图片虽然是少了一些 大概是原来的可能十分之一 但是呢你看我这一个训练时间啊 节约了非常多 当然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尝试用全数据集去进行一个VGG16加上MLP的训练 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可能也就在100秒左右 也就是说你还是会节约了大概可能六分之五的时间 其实这个是非常多的 好那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一个表现 首先就是训练数据集的这个准确率上 一个是100%和一个是99.8% 这个其实可能差了0.2% 其实可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对比性吧 因为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数值去说哪一个模型更好 很有可能你说这个更高的 它可能过拟合了 对吧 所以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这个测试集 因为任何一个模型最重要 就是要看它在这个新数据上它的一个表现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建立的这个CNN结构啊 它的这个准确率瞬间就下降到了76.7% 下降了接近2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说明原来的这一个预测啊 针对这个训练数据啊 可能是有过拟合的情况 好那对于我们这个 VGG16加上MLP的这一个结构呢 从99%下降了92.8% 只下降了7%左右 可以说我们这个模型啊 表现的肯定要比自己的这个 全新的CNN结构要好非常多 最后我们还去下载了一些 这个网络的一些新图片 就是随机图片对吧 那当时呢是有9张图片 那我们自己建的这个CNN模型啊 大概就是说有一张是错误的 也就是我们右边这一张 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只哈士奇的狗狗 对吧那当时我们用自己的这个CNN结构模型啊 它预测出来呢它是猫咪 但是呢我们采用这个VGG16 加上我们这个MLP的模型呢 这张图片呢也是预测正确的 通过这个数据的对比啊 我们就会发现VGG16 加上MLP的这一个结构呢 它的表现呢是要比我们自己 完全去建一个新的这个CNN模型 它的表现啊要好非常多的 它表现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之前在训练VGG16这个模型的时候 它已经学到了图像里面的很多重要的这种轮廓信息 我们再把它拿过来 就可以很有效的吸取猫狗的这种轮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啊 我们平时能不能把就是说 已经别人学到的一些知识 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用 并且把它应用到我们这个新的模型里面去 那这个概念呢 其实就让我们有了新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迁移学习 那所谓迁移学习啊 其实就是说你从已经训练好的这一个模型 作为一个新的起点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可能有个新的任务 一个新的场景 你就记忆我原来这个模型 再去进行一个 比如说不管是二次训练 还是说用原来这个模型去提取一些核心特征 然后我们就去建立一个新的模型B 这样呢你就发现这个模型B的表现挺好的 而且可能还可以帮你节约很多的一个训练时间 那我们进行迁移学习的一个目的呢 其实就可以理解成 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或者任务上 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知识 就是我们在某个领域上学到了一些知识模式 然后我们就把已经学到的这个知识模式啊 应用到其他的一个领域 但其他的这个领域啊 很有可能他的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相关的 虽然不一样 但是相关 对吧 那这样的话 你其实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一次 以前你已经学过的知识了 因此呢你可以节省时间 而且你很有可能学的这个方向更加正确 所以你最后的这个模型的表现会更好 好 我们这个千一学习它的英文呢 就是Chance for Learning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现实生活中 它经常应用到的一些场景 就比如说你建立了一个模型 可以去识别我们平时的这种小轿车 那你把这个模型 其实你可以考虑把它拿过来再进行一次训练 然后你可能就会发现 我们把它用来识别这个大卡车 效果也挺好的 对吧 那就是汽车识别 对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RNN模型里面 原来比如说我左边这一个是 针对中国平安股票的这个 价格预测的一个RNN模型 那右边呢 其实不是中国平安来 而是另外一个股票 比如说中国人寿 那你会发现我这个模型 迁移过来 效果也挺好的 那除了这两个实例 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弗莉老师 以前建立了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识别 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评价 就比如说 你买了一块巧克力 然后你说我不喜欢吃这个巧克力 好 那我当时呢 就建立了一个模型 可以去识别某一个客户 对于这个产品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它的态度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那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模型应用到 去判断某一部电影 大家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上 就比如说你后来发现有一段文字 他就说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他里面描述的东西让我觉得很开心 那我这个模型就可以直接拿过来 进行迁移学习的一个使用 你就发现这个效果也挺好的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迁移学习的这个概念 我们就直接以生活中 老师教导学生作为一个案例 和大家再进行一个介绍 其实老师教学生的这种知识 很多时候就是老师他本身的一个核心知识点 和技能的一个传授 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学自由泳对吧 然后老师就告诉我 你要学自由泳 那你就要掌握换气的一个技巧 你必须得按一定的节拍来进行换气 除此之外呢 你这个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学到了 老师跟我说要每三个节拍换一次气 那我先把它学过来 学过来之后 那我发现可能我可以尝试着 每两个节拍或者每四个节拍换一次气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这里面是有个核心的 就是如果我没有去找这个老师学习 我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换气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能就是节拍会很混乱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先把老师已经学到了一些核心的这个知识 先迁移过来了 好 那除了这个学游泳啊 我们又比如说我们去学这个骑车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先去学习自行车 然后呢 你可以把相关的一些技巧啊 直接迁移到我们学习这个摩托车上面 可以帮我们节省一些时间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 比如说Python语言 那如果你以前有些其他的一个语言基础 你也可以先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些核心 类似知识点的一个概括 然后把它迁移过来 最后我们这里还给大家提供了知识传递的图形 那我们这个横坐标呢 就是说第几代学生 重坐标呢 就是可以理解成一些知识体系的一个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 假设我们这个是第一代学生 那这个是第二代学生 那他们的一个差别就在于 我第一代学生 他支持的一个高度 可能是大概这么高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作为一个老师 去教第二代学生啊 那第二代学生 可能这里面有一部分这个信息 可以直接从第一代老师这边获取过来 那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信息 然后呢 他可以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 再自己去进行一些思考 然后沉淀 那你又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就是有你上面的这一部分 对吧 这个实话 其实就是说 你这下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说 你对于前一个模型 就前一个老师的知识 把它进行了一个迁移 那最后我们第二代学生 到第三代学生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第二代学生 可以去教第三代学生 这个时候呢 你又可以把你第二代学生 里面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啊 又概括好之后 你可以传递给第三代学生 那这样的话 第三代学生 他的起点又变高了 对吧 最后你会发现 他学到的知识 可能又更多一些 最后我们通过这个迁移学习的方式 就实现了 每一代学生 比前一代学生 他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知识点呢 都能掌握 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还有个 可以用这个多余的时间 来进行一个思考 从而让你的这个 每一代学生 他的这个新的知识点啊 掌握的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到这里 已经了解了 这个迁移学习 在实际生活中 它的作用就非常大的 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于 我怎么样可以把它应用到 我的模型里面来 我们这里呢 先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模型的 这个迁移学习的一个框架 首先我们就是说 可以通过这个任务A的这个数据啊 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A模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一个任务B 然后这两个任务 可能它是比较类似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任务B啊 基于这个A模型 然后才进行一个训练 可以得到B模型 那这个时候 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其实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模型 它的一个核心 那其实就是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模型的结构 另外一部分就是权重系数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weight 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amiga 或者说我们这个ceta 都是我们的权重系数 对吧 其实我这个迁移学习呢 就是说我利用这个新数据 一方面我可以在原来 模型结构机上做些修改 或者我可以对原来的 这个权重系数啊 进行一个二次训练 所以说我这个模型B 其实就基于新的数据 实现了对模型A 部分结构 或者权重系数的更新